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理事会,我是超梅。 才成为了实力男神,连周星车也是在香港娱乐圈莫爬滚打多年,才成为了喜剧之王。 江湖上有四个明星互相的称兄道弟,周润发和谢贤呢便是其中两位,那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其他两位明星又是谁呢? 谢贤这个名字对现在的小伙伴来说应该都是很陌生的,就算是知道,那可能也是因为他是谢霆锋的父亲。 可惜退回去四十年啊,甚至是五十年前,谢贤可以说是香港娱乐圈最去长风云的人物。 谢贤有一个外号叫做四哥,这个绰号的由来呢,是因为他出演了一部叫《千王之王》的电视剧,里面的角色呢叫做龙四。 如今的四哥谢贤依旧是身体特别硬朗,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可谓是老当义壮,宝刀未劳,真的是红了一辈子的明星啊。 儿子谢霆锋的事业也是如日中天,丝毫不仅当年。 三哥苗乔伟这个称号啊,是在TVB电视台的时候,当时推出了五虎将这个组合。 苗乔伟因为排行老三,大家一直都称呼苗乔伟三哥。 提到五虎将啊,就不能不说一下当时的成员,现在来看都是顶级的大腕。 梁朝伟,刘德华,苗乔伟,黄日华,唐振业。 三哥苗乔伟因为出演了《射雕英雄传》里的杨康而出名,后期呢又出演了一部经典的电影《江湖接班人》。 在剧中啊,扮演的人也是三哥,所以啊就有了这个称号。 虽然三哥现在已经是很少拍戏了,但是江湖还是有三哥的传说。 二厘哥啊就是我们熟知的影帝周润发,他出演的杜神也是非常经典。 输着大背头,选批大衣真的是太帅了,所以很多人呢都称他为发哥。 随后周润发又拍了《英雄本色》系列,这系列的电影啊,让周润发的视野又达到了新的高峰。 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角色,小马哥。 在此之后呢,他被称之为香港之子,竟然逐渐的鉴定了发哥的地位。 之后呢会有二厘哥的称号啊,是因为他曾经在一部电影当中排行老二。 周润发从影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绯闻,实乃是得意伤心的老戏古人了。 而且发哥热心工艺事业虽然乐上后续,但是对于自己一直都是过着很普通的生活,在一圈内呢也是有口皆碑的。 发哥一直没有子嗣,实在是有点可惜。 大哥是邓光荣,大家应该不太熟悉他。 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在拍戏了,是比较早期的明星。 后来转型做了影视公司的boss邓光荣, 不仅是知力森,而且是喜欢广交朋友,为人也非常义气,不拘小节。 所以在圈内啊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和大佬陈慧敏都是他的聚焦好友。 刘德华、黎明、任大华等等都是受过他的恩惠的。 这些人呢也很感激大哥曾经的重视和提携, 所以大哥的称号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只可惜大哥在2011年3月29日晚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5岁。 虽然老大哥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提携的后辈啊都是成为天王巨星,继续延续了大哥的衣钵。 这些演员不仅是演技非常精湛,对朋友也是特别仗义。 会有这个称号呢也不足以为奇,相比娱乐圈不只是论资排辈,更是人品与异的先行。 邓光荣出生于1946年的广东顺德,他的家境啊非常富裕,家中呢有四个兄弟姐妹, 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是最小的那一个。 所以小的时候啊他也独守着哥哥姐姐的宠爱和照顾。 稍微长大之后呢邓光荣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帅气,并且在上学的时候开始兼职当模特。 他最初的梦想是长大之后当一个公务员,并没有想过自己当今后啊会走进娱乐圈。 在他中学时期呢他就与香港的第一恶人方刚是同桌,两个人的关系呢也非常的好。 在1963年时,电影《学生王子》来到邓光荣的学校里招聘演员, 而高高大大的邓光荣相貌也是十分端正,在人群当中他非常的抢眼。 在同学的推荐下邓光荣就参加了海选, 最后呢他还从这上千位报名者当中拖映出了成为这一部《学生王子》的主角。 帅戏的邓光荣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受到了很多女生的喜爱, 并且还获得了《学生王子》的这个称号。 但其实啊邓光荣在出名之后呢也对演艺圈不是很感兴趣, 本来就家境富裕的他只是想过一个爱意的生活。 其实邓光荣进入娱乐圈也不是一个意外, 他身边的不少人啊都觉得他早就应该进入娱乐圈了。 在学校里的时候呢,邓光荣不仅是经常拿奖学金, 他的足球球技呢也是非常出色的, 多才多艺的他在学校早就已经是一个风云人物了。 在靠着《学生王子》出名之后啊, 邓光荣也开始被不少的人挖去演戏。 在从学校毕业之后, 邓光荣的演艺事业才算是真正的开始洪获起来。 26岁的他应中中影, 去到了台湾拍摄《白无之恋》。 六七十年代的邓光荣已经和当时被称之为 当红玉女的林青霞、张爱佳等人合作了不少的作品。 不仅如此,在与几位女生合作之后呢, 邓光荣啊都是与她们传出了绯闻, 但是也都是绯闻啊, 不过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邓光荣也是从演员开始转到幕后, 成为一个幕后制作人。 1977年,邓光荣来到台湾, 靠着自己曾经积攒下来的钱, 开设了影视公司, 自己也成了老板。 在他们公司拍摄的大部分影片, 都是以黑帮题材为主。 为什么要拍摄这个题材呢? 当然是因为对这块熟悉了。 邓光荣曾经在戏里戏外都是黑帮老大, 他曾经在读书的时候啊, 就认识了不少的黑帮老大。 内容呢都是刘家居提供的, 也因为有这么一个人员, 在圈内知名高度向华强, 对于邓光荣的地位都是要惧怕三分。 《望角卡门》与《阿飞正传》这两部作品, 相信不少人都非常的熟悉。 这些啊都是邓光荣的影视公司投资拍的作品, 他自己呢也会去参演自己投资的作品。 在《江湖龙虎斗志》中, 邓光荣就饰演了一位江湖大哥。 更重要的是啊, 在影片当中呢, 就连周润发都饰演他的小弟。 周润发可以说是一位如今香港演艺圈的大人物, 是如今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是在当年呢, 还是只能给邓光荣当一个小弟而已。 不仅如此啊, 其实大导演王家卫也是给邓光荣给捧起来的。 《望角卡门》《阿飞正传》都是王家卫导演的作品, 而《望角卡门》呢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当年的王家卫只是一个编剧, 他找到邓光荣, 希望他能够投资自己的作品。 邓光荣就一口答应了, 结果啊没少让他失望, 不仅好评无数, 也是赚了不少。 但是在《阿飞正传》并没有获得很高的成就, 甚至是投资出去的钱都没有赚回来。 当年啊, 这也让邓光荣气得直接进了医院里去。 但王家卫之后的成绩呢并不差, 经常的收获好评, 邓光荣呢也不甘后悔自己捧了他。 邓光荣演过的戏对于一个语言来说并不多, 并且啊他在92年的时候出演了电影《龙腾四海》之后, 就退出了影坛, 移居加拿大。 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邓光荣的, 他就像是圈子里所有人的家长, 只要他出面, 大家都得给面子, 事情就能解决了。 在圈子里邓光荣有很多好友, 像是肥姐沈殿霞就是他很好的朋友。 当年沈殿霞和郑少秋相恋, 却被郑少秋无情地抛弃。 沈殿霞一个人把女儿带那, 非常的可怜。 08年在沈殿霞的葬礼上, 邓光荣在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 直接地指责, 郑少秋不负责, 不担当。 邓光荣啊能在香港圈内有这么高的地位, 有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呢就是他背后的身份与刘荣居的关系, 第二就是他的仗义, 对于圈内不公的事情他肯定会讨个说法, 而第三就是他的感情。 一直以来, 邓光荣在圈内传出不少的绯闻, 但其实他早就有了妻子, 并且他的妻子呢是他曾经的同学颜真娜。 两个人虽然感情也经历过分分合合, 但是邓光荣却一直没有辜负他。 在结婚之后, 邓光荣与颜真娜就生下了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都是在学做生意, 因为父亲呢不让他们进入娱乐圈, 然而每个人都是会有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这位令人尊敬的圈内打扰在2011年的一次午休当中, 突发心脏病而离世, 享年65岁。 邓光荣去世的那一天, 红金豹、谢贤、成龙、汪明泉、张学友、 周润发等人都到场来送别他。 邓光荣的一生十分的传奇, 去世的时候也走得很安详, 在睡梦当中去世没有遭受痛苦。 他是一个重感情、兄弟情的人, 他身边的朋友都是能够信得过的知心朋友。 虽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是他在娱乐圈留下的足迹将会永远留下。 纵观整个娱乐圈, 风气云涌, 江山带出人在背中, 真正能够停留在人们心中的不是流量小声, 而是真正的老戏骨。 希望他们身体健康也能多多地提携后辈, 为演艺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